群星奔驰CG 我们之前看过的很多的评测 都是那种圆标的运动版 今天很难得的机会 看到一台奔驰C的力标的版本车型 先来讲一下 它跟圆标版本车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首先除了那个力标以外 它的整个中网都不一样 如果说是运动版的圆标的车型 它的中网是一个梯形 那种梯形的一个蜂窝式的中网 中间非常大的奔驰的logo 然后这台车的话 中间是这种横幅式的中网 所以呢 其实很多都说CG是小S 如果说是小S的话 那力标的全新一代的CG 那更像是小号的S 它的整个中网的话 就跟奔驰的全新的SG 非常的像呢 但实际上其实在看到它的DM的时候 其实觉得它跟新款的EG 同样也很像 我们放两张新款的EG 和全新一代的SG的照片 大家可以直观的对比一下 看一下 然后这台车的话 也有很多的颜色 这台银色的版本 看起来整个漆面的质感 非常的棒 然后转到它的侧面的话 有几个细节跟原标的车型有所不同的 首先比较明显的就是这种力标的车型更豪华 它用到的这些车窗的这种饰调是这种银色的 非常有质感的金属的饰调 然后如果说是原标的运动版车型 是黑色亮黑色的饰调 此外呢 轮毂造型不一样 这些地方体现出了这一台车 是一个偏向于行政豪华的这么一个定位 然后整个原标的车型会偏更运动和年轻化一点 尾灯的设计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一台列标版本的全新一代C型